走啊,在这儿工作忙完多,谢谢 谢谢 谢谢 哈喽,朋友们好,我是文学 最近的黄金价格特别的高 我几年前给道哥买的一个礼物 他也不怎么带 我就心想着去把它卖了 换一现金怎么样 在去之前呢,先把这里呢,获理一下 像咱们春夏来穿这个德训鞋 真的是特别的舒服 然后颜色跟款式也好看 这个德训鞋呢,就是文学自留的这一款 因为它确实春夏来穿是特别合适的 颜色的话是黑色,红色,还有米色 主推的话就是文学脚上这个颜色哦 然后这些的话就是我们捕获的大量椰子鞋啊 这张时间椰子鞋特别受朋友们的欢迎 然后颜色的话也变多起来了 我们有灰色,米色,黑色,还有我们的卡其色 还是有选择的空间 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外包装 打开之后呢,就是有一个防尘带 椰子鞋它是一个全非制的鞋面 春夏来穿特别透气舒服 然后鞋底的话也很柔软 适合咱们工作,运动或者是旅行都行啊 尤其是对于咱们男童子来说 穿椰子鞋特别友好 差不多了吧 走,走,走 走嘛 它是不是像网上手里的样子啊 如果价格还没那么高的话 我们还是不买它啊 走,走朋友们我们一起去 还有如果不花算的话也不买 对对对,如果没那么花算的话 我们还是不买一个 走 走,现在出发去京店 就是这一块啊 客重还是比较重的,含金量比较高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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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是这样子的啊 可以,死了,那就了 刚才呢,我们问了一下啊 今日的黄金回收价呢 是550元一克 然后当时我们买的话 加上手工费是510元一克 然后道哥那个牌子的话 是有差不多16克重的样子 对,还是有那么几大百的一个差价 把它卖了 然后给娃买两口奶粉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啊 出去了一趟啊 就把黄金换成了现金 然后还挺开心的 主要是呢 道哥买给他的这个礼物呢 他就一直没怎么带过 放在那里就属于一个闲置 再一个呢 做这些事情呢 也是跟他商量过的啊 所以说 呃,今天还是挺开心的 朋友们如果 呃,最近有需求的话 我觉得黄金价格还可以啊 如果你们有那种闲置的 也可以去 呃,经店里面问一下哦 然后今天文学的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在这里啦 拜拜 算了,几倍快些 嗯,真的,几倍 哈哈哈哈 你上妈一次就不是二个价格咯 嗯 那就笑